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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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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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在画线部分呢,有画线部分可以与之代替的一个句子选择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看35题,先读一遍啊。 stress呢,兄弟人的健康을 위협하는 가장 큰 적이다。 那stress就是压力是威胁现代人健康的最大的敌人啊, 因此,健康하게 살게 위해서는为了健康的生活呢, stress을 안 받는 것은 최선이겠지만,为了健康的生活, 최선이 있다,最好的,最好的事情。 如果当然不受的压力是最好的事情了, 그럴 수 없다면,如果不能做到不受压力的话呢, 평소에stress을 관리할 수 있는 방법을, 차는 것이 형명이다,如果做不到不受压力呢, 平时呢,要好好的管理这个stress, 才是最鲜明的,最明智的办法,我们看, stress을 안 받는 것이 최선이겠지만, 哪一个可以代替,我们看,第一个呢, stress을 피해 받자, 별 효과가 없겠지만, 如果呢,就算是把这个压力呢, 避免了,但是也不会有效果啊, 第二个呢,stress을 안 받으려야 안 받을 수 없겠으나, 我不想受到压力,受到压力呢, 我就不可能不受到压力啊, 第三个呢,stress을 받는 이상, 관리하기 쉽지 않겠지만, 其实我不受到压力呢, 我管理的也,我要是不受到压力, 管理的非常困难啊, 第四个呢,stress을 피해 받는 이상, 如果我能不受到压力, 避免压力的话呢, stress을 안 받는 이상, 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比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比如说, stress을 안 받는 이상, 没有比这更好的衣服了,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第四个, 第四个是正确的, 对吗, 那重要的是这句话, 都还难以高打, 我们看, 第三十六题也是, 能够替换化线部分的一句话, 我们看, 세로운 일을 시작할 때, 그 일을 경험한 사람의 조언을, 귀 담아, 들을 필요가 있다, 如果做一件新的事情的话呢, 要问这个, 听这个, 有经验的人的指教呢, 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听到这个, 做了很多事情, 有经验人的这种指教的话呢, 即使也的意思, 即使我没有什么帮助, 但是也不可能会有损失, 那我们看哪一个跟它相同呢, 第一个呢, トウミトウミトウミョントイジ, スネガトウリユーチーキー, 如果有帮助就有帮助, 没有帮助就没帮助, 但是呢, 我绝对トウリガトウリユーナーオプタ, 不可能会有损失, 所以应该选第一个, 跟这个话的意思是一样的, 第二个呢, トウミトウミトウニーコンヤャー, スネマンプルチーギョンイジ、 那别说是那个帮助了, 我还会受到损失, 第三个呢, トウミトウニーコンヤマルチーギョンイジ、 スネマンプルチーギョンイジ、 アナミャンプルチーギョンイジ、 不管他有没有帮助, 有帮助没帮助都没关系, 只要我不受损害就好了, 第四个呢, トウミトウニーコンヤマルチーギョンイ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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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帮助没帮助呢, 但是呢, 我也不可能有损害, 所以应该选第一个, 明白了吗? 我们来看, 第37到38呢,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我们以后看到这样的一个图, 这个图呢, 根据这个图呢, 我们来看后面的哪一个话是正确的, 那我们看37呢, 那 다음은新人作家, 集文三的支援产业提案, 公告文과 관련 기사문입니다, 这个公告文和这个, 和这个什么, 记事文, 一个记事文吧, 在一和四中间的案内文에提案内容과 有这样的 것을 고르십시오, 在一至四中间的选择和这个案内文, 一样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幅图啊, 这幅图呢, 是什么呢, 新人作家, 集文三的支援事业, 我们看有什么东西呢, 有第一个呢, 新人作家, 申请条件, 第二个呢, 接触期间, 就是报名的时间和方法, 第三个呢, 要需要交的一些什么文件之类的啊, 第四个呢, 集文内容, 支援的这个内容, 他最后是谁写的呢, 韩国兄弟美术家协会, 韩国现代美术家协会, 然后呢, 我们读一下, 然后看, 这一二三四里面哪一个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呢, 접수 마강일을 기준으로, 만 40세以下의 협회会员 내, 한해에서는, 수상 실적과 무관하게 신청을 받는다, 什么意思呢, 접수 마강일 기준으로, 이这个, 申请的, 最后的期限为标准, 만 40세以下의 협회会员 내, 한해에서는, 한해라是什么意思呢, 局限于, 局限于 40세以下的会员, 수상 실적과 무관하게 신청을 받는다, 和这个, 实际的业绩呢, 没有关系, 我也可以接受你的申请, 那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啊, 在哪里呢, 在这里吧, 他有一个资格, 什么资格呢, 수상 실적과 무관하게 신청을 받는다, 他一定要这个, 在这个, 以前的, 有受过奖的人, 有这个业绩的人, 但是他说了, 有一个追加的话, 접수 마강일 기준 만, 기준 만 40세以下의 협회会员 내, 상기투과 미적용, 미적용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需要遵守这个条件, 所以呢, 应该是正确的吧, 应该是正确的啊, 所以呢, 第一个是正确的, 那我们看后面, 他为什么不正确了啊, 我们看后面呢, 从7月19일부터, 一주일간, 7月19号, 从7月19号开始呢, 一个星期之内呢, 실시 되면, 제출 시, 포트플리오를, 포함만, 3년간의 활동 자료를, 구비하여, 직접 방문하여 한다, 那一定要, 他包含什么, 包括, 这个资料, 还有呢, 选籍, 还有三年之内活动的资料, 都必须得 구비하여, 必须得准备齐了, 然后呢, 직접 방문하여 한다, 一定要亲自来访问, 一定要亲自访问, 我们看一下, 他是怎么样说的, 嗯, 他说, 접수 방문은, 협회사 묵구, 직접 제출, 可以直接的, 直接的交给他, 或者呢, 또는 등기 우편, 특별 가능, 可以, 送包裹, 也可以用邮寄, 所以呢, 是不正确的, 这个是不正确的, 对吧, 第二个, 错了, 第三个呢, 심사는, 三단계에 걸쳐 진행되면, 那么, 这个, 这个, 審查呢, 有三个环节, 然后呢, 进行, 서류 심사와, 명접 심사 결과를, 합산하여, 최종 대상자를, 선발한다, 那这个, 심사와 명접, 심사 결과를, 합산하여, 就是把这个, 面, 把这个, 審查的时候呢, 명접, 面试, 结果呢, 一起核算, 然后呢, 做出这个, 最终的结果, 那我们看, 합산하여, 是核算吗,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 他是, 方法什么呢, 일참 서류 심사, 第一次呢, 是, 看这个文件好不好, 看这个, 看这个文件呢, 能不能复要求, 第二个呢, 일참 명접 심사, 第二个是, 面试, 但是他说了啊, 这个括号里面, 일참 결과를, 미 반영, 不会反映, 第一次的结果, 就是你好, 第一次呢, 你再高分, 第二次我也不会说, 你高分就给你加分, 所以呢, 到后面才是最终的选定, 所以呢, 是错误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他为什么错了, 嗯, 嗯, 什么呢, 他说, 嗯, 비용, 비용의 테이사, 对吧, 영장 신청률, 还是이 다, 是可以吗,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费用的, 费用在哪里呢, 嗯, 费用在, 费用在哪里呢, 费用在这里吧, 成绩의 비용呢, qubing 후 qi zang, 这个展示会的费用呢, 我们以后, 商量以后再决定, 所以他没有说, 现在就决定了, 所以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话, 对吧, 所以呢, 正确的答案呢, 应该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正确的, 对吗,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一道问题, 嗯, 我们来看第38题, 跟刚才一样, 也是一幅图,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幅图, 啊, 然后呢, 根据这幅图呢, 일치하지 않은가서 구�ru십시오, 刚才我们是选择一致的, 这次是选择不一致的, 啊, 我们看, 是关于什么呢, 다음은 산林, 가구 기, 사업에 관단 조사, qi zang, 我们是关于这个山林, 栽种树木的这个产业, 调查结果的一个图表, 那在一和四中间选择不正确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对吧, 这个是从2000年到2010年的, 这一个曲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增长到这个时候呢, 然后就下降了, 不是, 不是一直在增长吧, 那这边呢, 是年度, 这边呢, 是hetara, hetara是什么意思呢, 是公顷的意思, 啊, 然后下面这幅图呢, 是三里의 공공가치, 평가의, 量呀, 대기成果, 大气进化, 三里的修養, 这个修養呀, 什么土地管理呀, 等等各个方面的评价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我们看第一个, 每年, 직수적으로, 사업을 확대한 결과, 지난十年간, 增加한 산림, 명적이, 40万, hetara를, 넘어선 것으로, 나타났다, 那我在, 这个表示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错的, 它说是每年, 都在持续增长, 那是不是呢, 我们刚才看到了, 它从, 2001年的时候, 涨到了这个时候呢, 然后就有所下降, 所以应该不是持续增长的, 所以应该是错误的, 那既然它错了, 它错了, 所以我们应该选它, 那后面的都是正确的了, 对吧, 我们就不用再仔细的浪费时间了, 不用再仔细的看了, 我们看后面的, 39到40呢, 다음으로 읽고, 과도 안에, 같은 알마는 표음을, 구루십시오, 我们把这个, 这个部分的内容读一遍, 然后呢, 在这个理念, 有一个空, 地, 空处, 然后选择, 合适东西填进去,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什么的呢, 工업용 기기는, 쓰기 편의하고, 튼튼하게만 하면, 된다는 고정관념이, 계속 있다, 계속 있다, 是正在瓦解, 什么的固定观念瓦解呢, 我们说, 工업용 기기, 工业用的机器呢, 只要用的方便, 쓰기 편의하고, 用的方便, 然后呢, 很结实, 튼튼하게만 하면, 只要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了, 但是这是我们的固定观念, 现在正在瓦解, 각진 목소리를 동글게 하고, 这个有楼架的边, 각진 목소리를 동글게 하고, 有楼架的边, 变成了圆圆的东西, 제품의 색상을 다양화한 것이, 然后呢, 把这个产品的颜色呢, 多样化, 然后呢, 什么, 소비자의 입맛에 맞아 떨어진 것이다, 就是这个东西呢, 就符合了消费者的口味, 我们看, 选哪一个呢, 第一个呢, 디자인만 주 명, 품질이 다수 있겠느냐는, 只要呢, 设计好了, 品质有什么重要的呢, 当然是不对的了, 那我们说, 다수是什么意思, 重要的意思, 第二点呢, 디자인 만큼은, 품질 부담 못하면 안 되는, 那像这个, 设计这么重要呢, 像这么, 设计这么重要的东西呢, 如果品质不好, 是不可以的, 其实呢, 我们说古典观念的来说呢, 都是品质比设计更重要吧, 第三个呢, 품질은 품질 대로, 디자인은 디자인 대로, 다지 는, 什么 대로, 品质呢, 要看品质, 设计要看设计, 这样子追究的话, 才是更好的,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呢, 其实有一个, 更好的东西, 在哪里呢, 품질과 디자인 대로, 두 마리 토끼 를, 잡으려는, 잡으려는, 추세, 对吧, 品质和设计呢, 两者兼得, 두 마리 토끼 를, 잡는다, 就是什么, 两者兼得, 所以呢, 应该选第三个,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十题呢, 也是跟三十九题一样的, 在括号里面选择合适的, 我们来看, 是关于什么的内容呢, 分数와 소수는, 分数和小数呢, 모두 영과 일사의 수 를 나타나는 데, 사용되지만, 那么我们知道, 小数和分数都是在零和一之间的, 这个数字, 对吧, 但是呢, 두 개념의 발생 배경은 다르다, 它们两个概念呢, 产生的这个背景呢, 是不一样的, 分数는, 分数是什么样的, 分数呢, 음, 물건을 배분하는 과정에서 생긴 반면, 那这个分数呢, 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在这个分配的过程中产生的, 所以叫分数嘛, 那 소수는, 小数呢, 是 물건의 길, 길이를 채거나, 양을 구하는 과정에서, 발생하여는 데, 那小数呢, 是跟分数的背景不一样了, 它是在量这个长度, 或者是在, 呃, 就是要要求这个量的时候, 这个过程产生的, 所以它的背景不一样了, 所以呢, 학계, 学术界呢, 分数가 등장한 시기를, 소수가 등장한 시기不大, 这个分数呢, 登场的时期呢, 比这个小数登场的时期呢, 约, 三千, 약三千年 정도 앞선, 比这个小数的时期呢, 早了三千年, 所以呢, 일을 한 청명에 비추어, 依照这个方面来说呢, 일을부터, 从以前开始, 사람들은 청와끼, 청와끼, 那人们非常准确的, 什么东西啊, 可是, 짐작할 수 있다, 我们可以推测, 在以前呢, 分数和小数呢, 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 청와끼, 无论서, 공평하게, 部分, 헬스, 里라는, 在这个测量, 要公平, 要公平的测量, 第二个呢, 측정할 수 없을지라도, 분배만 공평한다는, 虽然不能测量, 但是要分配公平, 第三个呢, 측정할 수 있고니와, 분배만 더 공평했을래만, 对吧, 就是, 我们说, 거니와, 是什么意思, 表示并列的, 对吧, 我们要, 측정할 수 있고니와, 连分配都要公平, 마저, 是什么意思呢, 连的意思, 我们既要, 측정할 수 없을래, 也要分配公平, 第四个呢, 측정할 수 없을래, 不다, 공평하게 나누었을래, 重複, 比起这个测量, 它长度之类的呢, 我们更重视公平的分配, 其实这个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刚才我说, 刚才这里说到了, 因为呢分数比小数早了3000年登场 所以我们应该是比较重视分配 而不怎么重视这个测量 所以应该选择第三个 对吧 那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题 第41题呢是写作部分 其实呢我们写作的时候 这个黄色的部分是没有的 这个黄色是我为了大家更方便学习 然后我自己填上去的 本来是没有这个黄色部分的 那我们看41题呢 在这个里面 我们说下面提示的这么 一二三四四个短句呢 都要按照顺序全部都写出来 一定要按照顺序 然后呢在这个后面写上 一个完整的对话 我们看题目是什么 他要是什么妥协让步 为了完成为了妥协让步的条件 这是他的题目 我们要根据这个题目呢 把这个顺序 把这个按顺序来分配 然后呢组成一个正确的对话 我们来看第一个 说服说服对方 第二个呢 坚持自己的主张 第三个呢 退一步 让步 退一步来说 最后一个呢 找到中间这个协议点 找到中间这个协议点 那我们看后面这个黄色呢 是正确的 我们看它是怎么写的 那我们说 他要不要有给予所呢 什么给予所呢 为了 为了妥协 相对方 我们要说服对方 自己的主张 比起什么 比起这个说服对方 或者呢 坚持自己的意见来说呢 怎么样呢 通过了我 退一步 还过天空吗 通过退一步 应该找到这个 两个人的协议点 我们说 要做这个题的时候 首先要知道什么呢 知道它的意思 为了让你做什么 这是它的主题 然后呢 我们要理解 每一个单词的意思 然后呢 把这种东西 什么语法啊 连接词啊 都用上 然后呢 就能组成一个 比较完整的句子了 对吧 这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42题 42题 也是新的一个题了 那 在这里面写上 写上正确的话 如果我们要写正确的话呢 必须得懂它是什么意思 理解的意思 我们才能够写出来 我们看 关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 在这个同一个分类的 属于同一个分类的对象中呢 就是罗列的这种表现呢 看这个构造呢 有几种不同的原理啊 有几种不同的原理啊 比如说 那我们不说 那我们不说今天 而说昨天 今天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时间的顺序来罗列的 那我们看后面怎么说 我们不说那里这里 我们不说外面里面 我们怎么说呢 这里那里 然后里面外面 这样的是为什么呢 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话的人 离说话的人近 或者不近 或者是觉得近 这样的呢 以这样的思想 然后才罗列的 对吧 我们都说 都是个人主义嘛 个人是优先的啊 以这个层面来看呢 小孩子说 不说爸爸妈妈 不说爸爸妈妈 而说妈妈爸爸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然后写出你的想法 那我们看 应该是什么呢 因为妈妈比爸爸 照看孩子的时间更长 对吧 妈妈比爸爸 更接近自己 所以应该这么写 妈妈比爸爸 比爸爸更接近 更亲切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觉得这样子 所以呢 孩子才说妈妈爸爸 那做这个题的时候呢 首先要理解 前面说的内容 然后呢 我们再根据 自己的想法来写出来 主要是语法不要错了 我们来看 43也是一样 在这个空格里面 写上正确的对话 关于什么的呢 通信物的 경우 从一般的外形적으로 区分이 가능한 집단을 뜻하다 那动植物的情况呢 我们说有种 什么什么种类 一般的是 以外貌来区分的 以外貌来区分的 하지만 但是呢 外形的特征 突如达지 않는 微生物을 这个微生物呢 我们看不出它的样子吧 那个外貌的特征呢 不明显的 微生物呢 外形的特征 我们就不看这个外貌了 有真的特征 我们通过这个遗传因子 通过遗传因子的特征 来区分它是什么种 微生物的特征 有真的比较的 방법을 통해 我们通过这个 比较遗传因子呢 微生物看来 有真的距离 而是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微生物的 距离 可以知道它们的距离 有真的 这个遗传的距离呢 长或者是短了 怎么样的 微生物的 从于 居住 就可以决定 这个微生物的 种类 是什么 跟什么了 我们后面说 这个字 那跟前面的意思 应该是一样的 微生物的 有真的 可能 距离 我们这个 微生物的 遗传呢 越近 靠得越近 它就越 可能成为 同一个种 那我们看这里 应该是 怎么样的 我们看正确答案 是这么说的 多远多近 根据多远多近 所以呢 可以决定 这个微生物的 种类 或者呢 两个意思是一样的 根据它的距离 多远多近 来决定 这个微生物的 种类 这个应该是 比较简单 很短的一句话 对吗 我们来看一下 第44题 这是我们 写作最后一道题 是一篇 长篇的写作 是写700至800字的 700至800字 那以后我们考试的时候 会出来一个方框 我们按照方框 写就可以了 我们看 是什么题目呢 你们有没有 就是很辛苦 或者是 很痛苦的时候呢 可以 我们在一边 克服这个事情的时候 무엇을 배웠습니까 你学到了什么东西 你学到了什么东西 以和关联断 和通过这个关系呢 여러분의 경험을 설수하십시오 叙述一下 你的这个经验 谈 但是 下面的这个东西 都要包含下来 我们看 它的题目是什么 题目 题目是 苦难과 失量을 통해 배운 거 通过苦难和考验 我学到的东西 是它的题目 然后呢 这三点都要包含在 这个 你写的这个文章里面 我们看 第一个呢 지금까지 参名さ 겪었던 苦难과 失量 到现在为止呢 我受到的这个 苦难和考验 是什么 第二个呢 그 일을 급부하는 과정과 그 속에서 배우게 된 거 在克服这个 这个过程中呢 我学到了什么东西 第三个呢 그 일을 인생에 살아가는 데 미친 영향 这个事情 对我的人生 有什么影响 那这三个点 都一定要 写在你的 作文里面的 还有呢 写作的时候 一定不能 写错别字 或者呢 第二次 기도 空格 也要注意 那么其他的 当然语法了 一定要 确确实实的 写自己 明白的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 第24回的 韩国语能力考试 高级部分 高级部分的 写作 就到这为止 希望大家 继续收看 我们其他部分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